奥兰多枪击案是美国911以后最惨重的恐怖袭击 事发当时有百多名顾客在同志夜店内消遣 一些人原以为枪声只是普通的音乐节拍 不过万万没想到却卷入一场大屠杀 其中一名顾客事发时逃入厕所 再用手机发短讯通知母亲 他起初写道 妈 我爱你 夜店内有人开枪 之后再写道 我要死了 和枪手找到他们的内容 之后这名顾客就音讯全无 警方至今还无法确认这名顾客是否命丧枪口 异常枪击案恐袭夺走了50条人命 痛失亲人的家属 悲愤情绪久久无法平复 其中一名声在现场的顾客事发当时向母亲发短讯 指自己和其他人躲在厕所 过后却被枪手发现 此后就再无音讯 他在这次审讯中槟 这是我的 男人躲在的时候 他在这次审认于通知房航里 他在206宫的航空机 他在206宫里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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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至於僥倖逃過死節的生還者 事後向媒體講述如何在關鍵時刻 裝死保命 回想起生死一瞬間 無故心有氣氣焉 音樂動的快樂 但我覺得不是非常有趣 我一定要說死亡 就要活動了 因為她歇到 Και我的朋友在上街中 她是完整的 但不幸運我能幫她 生選擇他 到外頭去 現在只為他在閣展宣下 要不敢逅illing 不想想 一场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 大批正在狂欢的客人 吓得各自找地方逆藏 一些人发短讯给母亲 也有部分人在社交媒体上留言求救 有人形容现场死伤者满地 更称枪手曾经将炸弹绑在人质的身上 不过警方至今没有证实此事 与此同时53名伤者当中 大部分人病情危殆 当局相信死伤人数将进一步推高